郝海东和叶昭尹这一对夫妻 曾经在中国体育界创下了娇人成绩 可如今 他们却选择了背叛 他们长期置身于海外互联网环境 被那些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言论所蒙蔽 加上他们自身及其个人经历对中国体制的误解 造成他们在处理问题上的失误 他们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对中国政府的污名化指责 对香港问题的错误言论 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无知和极度不负责任 最令人震惊的是 他们居然与郭文贵 班农等人联合成立新中国联邦 公开发表颠覆政府和损害中国主权的言论 他们如此行为 是对祖国和人民的彻头彻尾的背叛 是对自己曾经的荣誉的亵渎 他们的行径 让人深感痛心和愤慨